大妈大闹银行称被工作人员骗财 工作人员却失踪了 另一女子交往了有钱的完美男友 男友却经常向她借钱 两起案件的主人公都被骗拒换 可骗子为何能轻易得逞呢 我不是诈骗犯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人们常说贪心不足舌吞相 现实中有人贪钱 在投资时总希望回报率是越高越好 即便高过了正常的水平 明显存在巨大的风险 也愿意冒险一事 另外也有人贪图一个完美恋人 可人无完人 完美恋人就真的靠谱吗 今天我们要讲的两个案例 就是有关这两方面的 下面我们看第一个案例 2019年6月的一天 南方某市一家银行刚开门营业 就闯进来一位大妈 她大声嚷嚷着 要找一位叫赵珊珊的大堂经理 可不想却被告知赵珊珊已经辞职了 大妈听后大吃一惊 接着就在银行大闹起来 说她被赵珊珊骗了50万元 赵珊珊此前是银行的职工 银行有义务赔偿她的损失 经了解呀 这位大妈姓刘 听刘大妈说完情况后 银行认为刘大妈跟赵珊珊是私下交易 没走银行正规程序 损失跟银行没有关系 刘大妈一听银行不管自己 随即撒起泼来 不但高喊 银行欺诈客户 还扬言要是银行不赔偿自己损失 她就死在这里 银行怕出事赶紧报了警 人们不禁要问 这刘大妈是怎么被骗了50万元的 整件事到底跟银行有无直接关系 这里的关键人物啊 是骗刘大妈前的赵珊珊 可据刘大妈说 赵珊珊的手机一直关机 去赵珊珊家里也找不到人 她这才跑到银行来闹 就在接下来几天 民警又陆续接到了时任报警 都称被赵珊珊给骗了 被骗方法和刘大妈是一模一样 被骗金额加起来高达150万元 公安机关加大了侦查力度 很快民警在外地的宾馆 找到了赵珊珊 面对民警的讯问 赵珊珊声泪俱下 说她也是被骗了 骗她的人是个风水师 名叫王志明 可风水师骗人和刘大妈等人被骗 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王志明因为买房 曾到赵珊珊所在的银行 办理过房贷 两人多次接触后 便熟悉起来 王志明说自己是风水师 得知赵珊珊感情一直不顺 年近三十还没有结婚 便要了赵珊珊的生辰拔字 竟一番推演后下结论说 赵珊珊是同女命 注定婚姻不顺 必须想办法化解 不然将孤独终朗 赵珊珊赶忙求王志明帮忙化解 王志明也不推辞 不过却说化解同女命需要做法事 赵珊珊必须破财免灾 赵珊珊听后立马转账给了王志明 一千元 接着王志明就给赵珊珊做了法事 还拍了照片 照片中一个指人 就是王志明给赵珊珊找的替身 说是烧了以后 赵珊珊的同女命就化解了 两个月后 有人给赵珊珊说没 对方条件不错 两人彼此都很满意 半年后就结了婚 赵珊珊将婚姻的顺利 归功于王志明对其做的法事 自此将王志明奉为神灵 王志明说什么他都深信不疑 2019年3月的一天 王志明突然找到赵珊珊 说自己正在跟朋友合伙 做茶叶批发生意 眼下正值春茶集中上市 需要大笔资金收购春茶 如果通过正规渠道贷款 会耽误事的 因此想请赵珊珊帮忙 私下为自己筹资 报酬是借款150万元 实用一个月 利息50万元 出于对王志明的信任 赵珊珊丝毫没有怀疑 王志明的话 她还算了一笔账 按正常银行短期贷款利率来算 贷款150万元 一个月的利息 也就2万元左右 假如自己向客户借150万元 就算返黄客户30万元的利息 也比银行的利息 高出10倍不止 估计想要出钱的人 一定大有人在 而剩下的20万元利息 就归自己了 自己打算买辆车 正愁没钱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吗 赵珊珊非常的兴奋 可以想到私下筹集资金 违反银行规定 她又犹豫了 担心受到处罚 但转念一想 自己在银行工作 一年收入不过10万元 20万元相当于 她两年的工资收入 她决定银而走向 赵珊珊打定主意 帮王志明融资 随后两人签订了借款协议 约定钱到账 一个月后 还本金150万元 付利息50万元 这么好的事会掉在谁的头上呢 恰巧赵珊珊的一位老客户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刘大妈 刘大妈70多岁 是来存钱的 她家的老房子被拆迁了 获得了50万元的拆迁款 赵珊珊谎称 能帮刘大妈办理高息存款 50万元存款一个月 就能获得10万元回报 刘大妈在高额利息的诱惑下 本着对赵珊珊的信任 立刻办理了所谓的 高息存款业务 为了让刘大妈信以为真 赵珊珊还伪造了一张 假存单给刘大妈 接下来几天 赵珊珊使用相同方法 又从其他10个客户 筹到了100万元 钱凑够后 赵珊珊将150万元 转账给了王志明 赵珊珊一算 扣除给客户的30万元利息 自己能剩下20万元 想到这儿 她睡觉都能笑醒 很快 约定的还款时间到了 赵珊珊开始催促王志明还款 可王志明却说 朋友先前收购的茶叶 大部分还没有出手 暂时资金紧张 无法按时还款 让赵珊珊将借款延期一个月 并承断按照原约定 再给一个月的报酬 赵珊珊无奈 只好答应 心里开始不安起来 而为了稳住出钱的刘大妈等人 赵珊珊说 钱要存满两个月 才能获得高额利息 并取回本金 刘大妈等人没有多想 再次相信了赵珊珊 很快一个月又过去了 赵珊珊急不可耐地打电话 找王志明要钱 却没想到 王志明的电话成了空号 微信也被注销了 赵珊珊顿时摊在底下 这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 于是赵珊珊马上辞职 背着行李出了门 对丈夫说 是到外地旅游散心去了 之后就关了手机 接着就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 刘大妈没有如期收到利息和本金 又找不到赵珊珊 便找银行理论 随后民警介入 在外地宾馆找到了赵珊珊 根据赵珊珊的供述 民警很快将王志明抓获 那么王志明到底是不是风水师 他跟赵珊珊是什么关系 他又为何要骗赵珊珊的钱呢 原来啊 王志明并非是真正的风水师 只是看过几本有关风水的书 会忽悠人罢了 他说赵珊珊是同女命 是为了骗钱 后来赵珊珊成功结婚呢 完全是巧合 跟他的法事儿没半点关系 两个多月前 王志明让赵珊珊帮其筹钱 并非是要跟朋友做茶叶生活 而是要赌博 王志明有赌博的恶习 开始赌得小倒是赢得点 后来他突发奇想 认为加大投注就能赢更多的钱 于是他想到了 让赵珊珊帮其筹钱 起初呢 王志明认为 如果按照之前他赢钱的速度 到期啊 他肯定能还上150万元借款 外加50万元的利息 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 这次他的运气没那么好 竟然输了几十万元 不能按期还钱 王志明不得不撒谎说 茶叶大部分还没有出手 资金紧张 让赵珊珊再将借款延期一个月 接下来一个月 王志明背水一战 将所有的钱都投入到赌博中 结果是血本无归 赵珊珊的150万元 一分也还不上 为了躲避催债 他停了手机号 连微信也注销了 还跑到外地躲了起来 后来被民警抓获 很快 人民简单院 以王志明涉嫌诈骗罪 赵珊珊涉嫌集资诈骗罪 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在法庭上 赵珊珊自愿认罪 但是王志明却拿着当初 他跟赵珊珊签计的借款协议 变成 两人的交易啊 纯属民间借贷 不是诈骗犯罪 那么王志明的行为 到底是借贷还是诈骗呢 这就是在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民间借贷与诈骗犯罪的区别 民间借贷是出于啊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借贷的 而诈骗犯罪是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 骗取是我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 一般情况下 两者的区别为 一 民间借贷呀 多发生在亲友之间 而诈骗双方当事人相识不久 采取欺骗手段 骗取对方的信任 二 正常借贷关系中啊 借款人确实是遇到了困难 并如实说明了情况 而以借贷为名 实行诈骗的 往往是编造虚假的困难 第三 正当的借贷关系 借用人有意愿归还 而以借贷为名 诈骗财物 根本不想归还 办案中 王志明因为赌博 骗取赵珊珊150万元 他以借款为名 行诈骗之实 借款协议啊 只是他想逃避 法律制裁的手段 法院以诈骗罪 判处王志明有期徒刑 12年06个月 并处罚金50万元 赵珊珊 因隐瞒事情真相 以高额利息为诱啊 向刘大马等人非法提资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 集资诈骗罪 最终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赢10年 并处罚金20万元 接套判决 两个人都后悔不敌 王志明后悔赌博成瘾 赵珊珊后悔 帮王志明非法提资 其实都是两人贪心惹的祸 刘大马等人 贪图高额利息 被犯罪分子锁骗 他们的损失应由王志明和赵珊珊赔偿 刘大马的钱就这样打了水漂 心有不甘 几次欲寻死都被家人救下 至此整日是哀声叹气 本案中的主人公都是因为贪财给自己种下了苦果 而接下来这个案例 女主人公却因为贪图一个有钱的男友 让自己负债累累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案例呢 我们一起走进第二个案件 女孩自认为交到了满意男友 为得到男友父母认可 女孩在男友指导下拍摄了一个特殊视频 视频拍完之后 男友突然消失 女孩才发现被骗 费尽周折找到男友后 愤怒的女孩做出意外之举 郭林顿时恼羞成功 直接把火锅端起来 就倒在了吴鹏的身上 法庭上 男友拿出女孩拍摄的自愿给钱视频做证据 以证明自己没有犯罪 那么这份证据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 我不是诈骗犯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019年5月的一天 在南方某火锅店 几名男子正一起吃火锅 突然一名女子跑了过来 冲其中一名男子大喊道 你个骗子 你还我钱 男子不屑地冷笑道 还你什么钱 钱不都是你自愿给我的吗 那段视频你忘了 女子一听这话 倒吸了一口凉气 突然 她猛地将桌子上的火锅端起来 直接倒在了男子身上 男子被烫得上嗷嗷直掉 女子还不断抓起桌子上的碗和碟子 砸向男子 火锅店工作人员赶紧阻止 并报了警 还叫来救护车 将男子送去了医院 民警赶到后 将女子带回了派出所 随后 女子向民警详细交代了事情的起因 女子名叫郭林林 三十岁 某外企普通职工 身材长相都一般 但是择偶要求却非常的高 总是高不成低不就 非要找个完美男友 到了三十岁还没有结婚 郭林林越发担心嫁不出去 就在这时 一个名叫吴鹏的男子出现了 两人是通过网络聊天认识 吴鹏说自己二十八岁 单身 十多年前跟父母一起移民到国外 父母在当地开了家很大的中餐馆 非常有钱 但吴鹏不喜欢国外生活 便回国搞起了投资 主要就是炒股 郭林林翻阅吴鹏的微信朋友圈 大多是住豪宅开豪车的照片 对吴鹏的身份没有怀疑 还主动约吴鹏见面 郭林林对有钱 长相帅气 又很会甜言蜜语的吴鹏 是一见钟情 而吴鹏呢 也说自己喜欢朴实的郭林林 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郭林林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如意郎君 可让他纳闷的是 家庭条件优越的吴鹏却总是向他借钱 犹豫再三 郭林林决定问问吴鹏 为什么需要借钱 吴鹏说 自己的钱呢 都投资到股票上了 暂时手头不宽裕 吴鹏说呀 自己在股票上的投资 有两千多万元 如果运气好的话 很快就能挣到五千万 说吧 他发给郭林林几张 自己股票账户的截头 上面的金额加起来 确实有两千多万元 不过吴鹏呢 他说呀 最近股市行情不好 他需要不断地补仓 低价买股 以拉低成本 不然就会亏掉很多的钱 吴鹏希望郭林林 能向他示意援手 因为要是将来两人结婚了 现在他亏的钱呢 就是将来两人的钱了 郭林林觉得 吴鹏说的有道理 内心还一阵地激动 认为吴鹏这是在暗示自己 将来他会娶自己 郭林林为证明 自己愿意跟吴鹏同甘共苦 将自己的积蓄二十万元 借给了吴鹏 当吴鹏再需要钱时 他想到了父母的银行卡 因为他之前帮父母取过钱 所以知道银行卡的密码 随后他将父母的积蓄 一百三十万元 偷偷地转账给了吴鹏 而吴鹏又发誓说 会尽快带郭林林去见自己的父母 将两人的婚事定下来 郭林林觉得 两人的婚事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更不惜为吴鹏借钱 他开始不但用信用卡套现 先后套了五十万元 直到所有信用卡额度用尽了 就这样 郭林林先后借给吴鹏两百万元 却迟迟不见吴鹏还钱 也不见吴鹏向他求婚 郭林林每次要吴鹏还钱 吴鹏都说呀 一两百万元 对他和他的父母来说 都是小钱 随时能还上 让郭林林不要着急 可郭林林怎能不急呢 信用卡的催款电话都快打爆了 吴鹏说 自己暂时没钱还 不过呢 可以跟父母要 父母曾许诺 等吴鹏结婚时 会给未来儿妻五百万元 作为见面礼 吴鹏啊 让郭林林录制一段视频 发给自己的父母 并一再强调 父母喜欢温柔大方的女子 希望郭林林呢 在视频中说明 之前借给吴鹏的两百万元 是自愿给她 将来不需要还 这样一来 父母一定会对郭林林 留下很好的印象 并会尽快将两百万元 还给郭林林 因为她的父母 从不欠外债 为了给吴鹏的父母 留个好印象 郭林林精心打扮了一番 准备录视频 她按照吴鹏的意思 在视频中开心地说 二百万元是自己 自愿给吴鹏的 不需要偿还 视频录好之后 吴鹏非常满意 可吴鹏的父母 会对郭林林 这个准儿媳 满意吗 郭林林满心期待 吴鹏父母的反应 吴鹏总是说 父母很喜欢郭林林 正考虑为两人准备婚事 但对还钱的事 却只字不提 郭林林一再被银行追债 忍无可忍 他要求吴鹏 卖掉部分股票 替自己还上信用卡 可是吴鹏说什么都不答应 而且自此疏远了郭林林 后来连电话都不接了 郭林林甭提多气愤 到处是寻找吴鹏 这天 郭林林来到了吴鹏 常去的火锅店 正看见吴鹏 在跟几个人一起吃火锅 接着便发生了本案 开头的一幕 郭林林要吴鹏还钱 吴鹏赖账 还说钱是郭林林自愿给的 有视频为证 郭林林这才恍然大悟 吴鹏让自己拍 自愿给钱的视频 是为了不想还自己的钱 郭林林顿时恼羞承诺 想都没有想 直接把火锅端起来 就倒在了吴鹏的身上 随后吴鹏被送去了医院 因为当时啊 火锅温度还不太高 吴鹏烫伤面积还不大 很快就出院了 事后民警调查发现 吴鹏并非海归 只是一个极有初中文化的打工仔 他发给郭林林的股票账户图片 住豪宅开豪车的照片 都是PRS的 另外 早在两年前呢 吴鹏就跟一名女子结婚了 孩子都有了 因为吴鹏嫌打工挣钱太辛苦了 他想到了骗钱 把自己塑造成了有钱的海归 吸引女子上钩 郭林林便是这般上了当 随后人民检察院 以吴鹏涉嫌诈骗 对其提起了公诉 在法庭上 吴鹏啊 一口咬定 钱是郭林林自愿给自己的 还拿出啊 郭林林拍摄的 自愿给钱视频作为证据 那么这份证据有效吗 这样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的合法性 是证据的形式 收集的方法要符合法律的要求 证据材料转化为证据 必须经过法律规定的程序 我国证据的合法性 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 证据必须具有合法形式 第二 证据必须是由法定人员 依照法令程序收集和运用 第三 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 第四 证据需经过法令程序 查证属实 法案中 对于自愿给钱的视频 在刑事案件中属于合法的证据 这一视频 不仅无法证明 郭林林曾自愿给付吴鹏200万元 反而进一步印证了 郭林林自述的可信性 增强了公诉机关证据的指控力 法院认定 吴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诈骗他人财物 数我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元 案发后 吴鹏的多张银行卡内 被冻结的余额达129万多元 这些钱都是从郭林林处取得 法院判决将这些钱款返还给郭林林 剩余部分继续追缴 观众朋友 骗子之所以能成功行骗 大多是利用了人们的贪心 比如第一个案例中 王志明能骗到钱 是因为赵珊珊和刘大马等人 都贪图高额的回报 而第二个案例中 倘若郭林林不是贪图 吴鹏塑造的完美男友形象 或许就不会被骗了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 再见 当爱已不在 夫妻理应好聚好散 却总有人想独占家产 一起案件 丈夫死后 妻子才发现她的婚外情 另一案件 妻子离婚时才发现 丈夫伙同情人转移了财产 两个被抛弃的妻子 是如何通过智慧 机智巧妙地夺回财产的 婚内算计结发期下期播出